首相安华宣布 委任巫统弟弟妄杀国会议员 佐哈里·甘尼 出掌伊玛公司特工队 安华昨晚在国会解释这个决定时指出 佐哈里曾经在议会厅里 多次提出伊玛公司课题 包括高盛集团和政府的和解协议 安华说 他不认同前朝政府对伊玛公司案件的决策 认为当时处理过于草率 佐哈里上周在国会促请政府施压高盛集团 加速追回伊玛公司资产 他指出 前朝政府和高盛集团达成的和解赔偿金 只有25亿美元 严重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 佐哈里曾经在2016年6月到2018年5月之间 也就是纳吉执政期间出任第二财长 取代前任的阿莫·胡斯尼 阿莫·胡斯尼较后在法庭 为伊玛公司案共证实说 本身曾经受到阻止 调查伊玛公司相关事务